Hi 大家好 我是趙佑 只要有在健身的人 一定都聽過感受度 特別是練肌肥大或健美的朋友 一定會告訴你說 感受度很重要 那感受度到底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 就是專注在想要訓練的目標肌群 盡量使用它發力 例如臥推 很多訓練健美的人 會特別專注在用胸肌發力 想辦法不用使用太多的三頭肌 來給胸肌最好的訓練效果 那感受度是真的存在的嗎? 我們真的可以在不改變動作的前提下 透過意念控制哪些肌肉發力嗎? 我們直接來看科學研究怎麼說 2009跟2021年這兩篇研究 分別測試趴姿的寬曲身下 想像臀部跟腿後肌肉的啟動順序跟幅度 以及手肘在90度彎曲 風景不動的狀態下 想像二頭彎曲跟三頭屈身 二頭三頭的啟動幅度 這兩個研究發現 我們真的能透過意念來收縮特定的肌肉 這個結果我自己覺得不意外 畢竟我們日常生活 本來就能透過大腦控制特定的肌肉發力 就像我們吃飯寫字這些行為一樣 但這兩個研究都有一個問題 他們都是徒手沒有額外負重的狀態 另一個甚至只做等長收縮 要套用到我們真實訓練的場景 好像並沒有這麼適合 當我們在討論感受度的時候 大部分應該都是指多關節動作 畢竟同時很多肌肉在動作時 討論感受度會比較有價值一點 所以我們再來看其他研究怎麼說 2009年這篇研究 讓受試者進行強度30%ERM的滑輪下拉 結果發現透過大腦的控制 我們的確提升了擴背肌的啟動幅度 不過協同動作的肌群 並沒有因此降低啟動幅度 而且這個研究的強度也只有30%而已 離我們真實訓練的場景也有一段距離 不過我們可以發現低強度狀態下 我們的確可以控制想要訓練的肌肉多參與一點 不過沒有辦法完全顧慮它 甚至連降低其他肌肉的幫忙都不行 那我們再來看其他篇研究 2012年的這篇研究 測試在50%ERM跟80%ERM的強度下 能不能控制我們在握推時 胸肌跟三頭肌啟動幅度的多狂 結果在50%的強度下可以 但是80%的強度就不行了 2016年的這篇研究也是一樣的 在20%到60%的狀態下 我們可以控制胸肌跟三頭肌 在握推時的啟動幅度 但是80%就不行了 2019年的這篇研究 則是不管50%或是80%的強度 握推時專注在胸肌 對胸肌啟動幅度都沒有增加的效果 而專注在三頭肌的時候 居然還增加了胸肌啟動幅度 所以這幾篇研究我們可以了解 低強度的情況下 的確是有控制肌肉的可能 但是到了比較高的強度 感受度就比較像是吸引作用而已 最後一篇2020年的研究 測試用70%的強度訓練坐姿滑船 在訓練一開始的時候 的確可以透過意念控制擴背肌的啟動幅度 不過到接近力解的時候 控制的程度就越來越低 所以透過以上研究我們可以發現 在高強度或是接近力解的時候 我們是無法透過所謂的感受度 來增加目標肌群的刺激 有些人可能就會問 那會不會訓練肢力越長的人 對肌肉感受度越好呢? 其實剛剛提到的這些研究 參與的研究對象很多都是有多年訓練經驗的人 但是在高強度狀態下 一樣沒有辦法控制要啟動哪些肌肉多一點 像這篇研究指出 有訓練經驗的人 可以控制自己在伏地體身的時候 胸肌可以多出一點力 但這是測試伏地體身 對於可以握推超過一倍體重的人來說 伏地體身本來就是中低強度的訓練而已 而這些研究很常提到的80%的強度 其實也就是大約8RM左右 我們主流的基培大訓練8-12RM 大概就是70%-80%的強度 60%已經是20RM了 這些實驗等於證實了 在我們平常最常做的基培大訓練主要菜單 追求感受度似乎沒有太大的意義 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人可以在高強度的狀態下 同樣可以控制目標極權發力的人 不過我覺得這些是天選之人 特例中的特例 討論這些特例沒有太大的必要 不過這也不代表追求感受度完全沒有意義 我覺得很多情況我們還是要追求感受度 像是訓練單關節動作的時候 這時候重量輕使用肌群單一 我們就應該專注在該刺激的肌肉上 總不能做個懶神二頭彎曲 結果一直總肩代償 如果是初學者還在學習動作的階段 這個時候也應該用輕重量專注在要使用的肌群上 學習動作的同時也學習控制自己的身體 感受目標肌群發力的過程 特別是一些多關節動作 但是如果是做高強度的多關節動作 或是接近力解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應該把專注度放在動作品質上 把每一下的動作做好就好了 該收縮的肌肉自然會收縮 該練到的肌肉也都會練到 不需要太擔心感受度的問題 如果是想要訓練同一個肌群裡面的不同肌肉 例如股市頭肌裡面的四個頭 那應該要透過不同的動作變化來訓練 像是腿推的時候腳的寬窄高低 都比靠感受度還要有用 以上就是關於肌肉感受度的一些內容 希望對你有幫助 研究連結我也會放在影片底下 大家可以自己上去參考看看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影片的話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也可以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FB 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我請不信 pon